大家好 我是Daniel 我在崩美洲做時裝 不用說了 我這節目都是關於時裝 我每個星期只是品評給一些評論 那些東南亞的名人 明星 他們那一刻的穿衣服好不好看 這條Cortel Dress 下面叫做Flair Bottom Cortel Dress 前面有一個綁帶式的包袋 前面有一個Tress Area 你會看到一個High Waist Area 裡面其實有一件Sleep Dress Sleep Dress來講 Skirt也是Pita Squirt 一個摺巢的Skirt 然後襯了一對Sway的Midnight Blue High Hilt 你首先看上去的話你不覺得 你首先看上去覺得 這條裙子很普通的 但你看清楚的話 其實它是兩部分來的 是一個See Through 問題來講 就是我覺得Tress Area 就太過Simple 因為你下面既然 你這麼多Design的時候 為何那個Tress 上面來講 是這麼Plain Jane 再加上它對鞋 就襯得一般 對鞋的顏色太深 它是一個名色來講 我覺得它穿得太過Casual 如果它是一個普通的男士 我覺得它是OK的 也穿得很Modern 尤其是這對鞋 因為Espaduce來說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Occation 可以穿得到 這條裙子很特別 就是它的屁股線 很特別 就是它的屁股線 很特別 就是它的屁股線 令到它很Sexy 這條裙子的連結也很好 很適合 也很Feminine 但這次它最失敗的地方 就是它穿了一對 黑色的Ankle Boots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它本身的裙子 給人的感覺是Feminine 很可愛 很可愛 很Sexy 但它穿的鞋 是一對很Cool 很trend 很有型的一對Boot 兩者完全是不配合的 這對鞋 再加上這麼深色的話 是完全將它的衣服 是Q了 但我不明白 為什麼它永遠都穿得非常差 就是將它最不好的一面表露出來 What is Fashion 就是將你最好的一面帶出來 不好的一面收買 但反過來 因而永遠都將它不好的一面表露無為 這個Sundress來說 是挺好看的 唯一失敗的地方就是白色 因為白色或淺色的東西 是令到你會更加 You know It just makes you bigger 但它這個High Blue的Pleated Skirt 這個Long Skirt 我是很喜歡的 我覺得非常之colorful 非常之美 尤其是它配襯這對Baby Blue的high heels 配襯得非常之好